我很享受那種很單一的行為 就是身體可能是很累的 但是我精神 就是當我創作完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我 我是很輕鬆的 我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點在療癒自己 我很享受就是那種 很單純的行為 很長時間 然後我克服了 完成了的那種感覺 我想要用創作方式來讓大家了解我 然後去做問卷調查 就是說你想到我王美玲這個人 你會想到哪個五個關鍵字 然後我就從裡面挑選出每個階段 就是重複性治癒的那個關鍵字 然後把那個字放在我的作品裡面 然後再用我的圖像 然後顏色去融合那個字體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點像抽象表現的 悲劇像的字專 就是文字雖然是可以表達 我想給你的感覺 但是問題是 它也有帶一點點圖像 就是文字跟圖像結合的字專 就是很 一張畫就很簡簡單的直接寫個家庭 我覺得我就是這麼一個資本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可能我生活相對單純啦 所以家庭來說就是 那種很Stable的感覺 對我來說很重要 然後也給我很大的力量 我整個人的塑造 就是家庭是佔很大的成分 影響我的甚至比我 學校給我的 或者是我出社會給我的還要多 就是 不管我遇到什麼 我好像都可以用家庭的信仰去把它克服掉 因為之前有看那個縮時攝影 就是看到那個花盛開 然後到最後就是乾掉啊 掉在地上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哇那個過程喔 我覺得比它盛開的那一剎拉還更美麗 所以我就把那個元素拿到作品裡面 因為以前我有寫書法嘛 就是永治畫那個點啊 我就覺得 你畫國畫的時候 你也會一直很固定去畫那個葉子 就像松柏長青的那個葉子根啊 我就想說 就把那個元素拿來 畫在西洋的畫布上面 因為狼豪它那個很軟嘛 所以它就是一畫上去的時候 很明顯就會看到一點那個畫瓣的那個 脈絡這樣 然後就把它畫在畫布上 可是到最後我慢慢的把 花蕊轉換 因為花瓣不一定是圓 不一定是鵝卵型的 它有時候可能會是很破碎或什麼的 然後就慢慢從點線面一直延續到現在關鍵字 我用東方的工具 畫在西方的畫布上 融合 不一定畫在宣紙或者是捲布上 就算說明了 就算是一張圓 在這裡 在這裡 有時候會想說明了 那些畫布上 著妳的畫布上